談談家裡鎮山裡的田野間 大白天就可以看到流浪狗 四處奔跑 農民控訴 清晨四點多要到園子裡挖竹筍 遭到狗群追逐 慘衰受傷 狗要猶 要猶得先去煮到 現在還漏過 狗的頭前還弄三隻 晚上 早上四點多沒關 去狗裡動 弄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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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到 他左側鎖骨斷裂 雙腳也骨折 想起當下的過程 仍然心有餘悸 同樣遭到流浪狗猛追慘衰的婦人 至今仍得住著拐杖走路 不敢這樣過了 他們怒控村子裡居然有人在半夜餵狗 才助長野狗群聚 凶猛攻擊 害得多人受傷 甚至還有養雞的村民也遭殃 村子裡流浪狗肆虐害的村民心驚膽戰 他們期盼相關單位能夠想想辦法幫忙 TVBS新聞 艾昭賢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